行动起来让自己没有手淫邪淫的时间 劳动是人类的一种美德 人在劳动时 妄念很少 尤其在劳动期间消耗大量体力时 妄念更少 由于身体的疲倦 人的欲望也大大地减少 劳动 包括体育活动都可以转化一部分性能量 降低欲望 从而帮助我们减少贩邪淫的机会 著名大德冯冯居士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开示 现摘录如下 对于那些少数道心不坚的修行人 我在这里奉劝 请以仙贤金厌味模范 学习其苦行苦修 自己多忙碌一点 一个修行人 从天没亮就起床 做早课 念经 炮香 打扫 做寺物 研读佛经佛论 种植 从前的出家人还需挑水 磨米 挑粪便 浇菜 洗衣 除土 山草 砍柴 就是现在的寺院 也有做不完的工 干不完的活 看不完的经论 一直忙到深夜 劳其筋骨 净化心灵 忙都忙得透不过气来了 那有闲心去胡思乱想 若有道心不肩的 恐怕多是太闲了 所谓保暖私淫欲 无论出家人在家人 都要以此慰藉才好 我自己自小至今 从无一日的闲 天天都是从大清早忙到深夜 上床倒头就睡住 什么也不想 天亮就起来 忙着忙那 您别以为我住在外国做育工 事实上 我无事不亲自为之 捡草 修树 除土 种植蔬菜 修房子 油刷房子 洗衣服 洗地毯 洗窗帘 洗被子 沾子 西沉 打扫 洗碗 买菜 扛住一袋面粉 在风雪中 步行树里路回家 是尝试 砍柴 铲雪 时报纸 煮饭 招待访客 弹钢琴 写佛区 写佛教文章 为将近十个刊物写短文 写长篇 例如已出版的空虚的云与未完成的玄奘与会能 查经 上图书馆 打字 接电话 看电视新闻及节目 研究科学心知 还有拜佛 包括每天拜佛诵经与定期的领众拜佛 写回信 还得照顾母亲起居生活 还得为人诊病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也莫有闲心去胡思乱想 或去烦恼 而我并不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苦 相反地 我很满足 很充满法喜 也只有收到那些问情问欲的信 才叫我不开心 断爱 离遇 苦行 勤修 由此可现保持身体的忙碌 对减少淫欲 净化心灵 确实很有必要 现代社会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尤其是城市中的孩子 生活得很宽裕 私食的食 私衣的衣 莫有亲历劳动的心酸和快乐 自然也不会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 虽然这样 我们仍可找到许许多多的机会 让自己忙碌起来 每天可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锻炼身体 既强健体魄 又能减少欲望 周末或放假可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也可兼职 亲自体会挣钱的不易 养成自强自立的精神 闲暇时 要培养高雅的兴趣和爱好 从中得到快乐的体验 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品质 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事业上 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以自己的专业技能服务于社会和他人 总之 借银时要充实的生活 一定不要给自己留太多闲暇的时间 坐在那里发呆 然后和自己脑海时时冒出的营念做斗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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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